感谢观世音菩萨 感谢李重荣台长 弟子陈彦珍在这里 讲吧 我是60年属老鼠的 60年属老鼠 想看什么 看身体是吧 看身体现在要怎么恢复了 我是7月份参加我们的心灵花 我告诉你啊 你的腰啊 这个腰椎啊 这个腰部下面整个都 整个都是黑气啊 腿也不行 有一个腿 两个腿都不好 关节也不好 我腿是开刀开一下 现在脏不起来了 有一个能动的 你的肠胃也不好 我刚刚 我现在看到你肠胃有刀疤 你的肠胃也开过刀了 我是后背全部开刀开了 我现在是吃全素了 刚刚开始 对 7月份才开始 身上还很脏 你现在身上有一个男的灵性 还有一个小孩子 两个 男的灵性是弟弟吗 我看看啊 眼睛蛮大 人瘦瘦的 鼻子蛮大 那是弟弟啦 弟弟小我三岁啊 他29岁就走了啊 你跟他关系很好耶 你们上辈子关系也很好耶 我跟他关系没有很好 我说上辈子这辈子也很好 你做梦做到他了 他现在告诉我说 他到你梦里来过 你有没有看见 醒过来之后 看见边上有个 站在那里黑黑的一个人啊 你有没有有一次 醒过来之后 突然之间看见边上 好像有一个人 有 看见吗 就他弟弟来了 所以你们大家都要懂的 有时候我们的亲人来看我们 明明走掉的时候这么老 为什么他会给你看 很年轻的样子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爸爸妈妈死掉之后 他不忍心能够 给你们看到那个样子 吓你们 因为鬼的样子很害怕的 所以呢 他就把自己变了 很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所以再来看你们 因为我这个命是 光阴菩萨救的 我已经都两次都要走了 都是光阴菩萨 我就闷到光阴菩萨 拿着流水从我头上 莲花那个净水瓶的 对对 流离水 从头上淋到脚下 他都告诉我没问题 你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 我刚刚看 你知道为什么你 光阴菩萨救你吗 对 你是天上过去的一个瑞兽 你知道你是什么瑞兽吗 我不知道 天猴 所以你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开刀之前 你非常的活泼 对啊 那我现在 还有机会站起来吗 有 三年后 三年后 我就 现在念那个小环子 就一直念自己的 继续念 你大概要念到 一千三百张左右 人腿就可以慢慢站起来了 好吗 好 如果有这样子 我已经就很高兴了 谢谢光阴菩萨 你好好努力吧 你吃全素了是吧 我吃全素了 对 你还要度人 以后你如果腿好了 你要站起来 女生说法 我会 我一定会的 这次台长在 槟城还在哪里啊 对 一个小女孩也是坐在轮椅进来了 结果台长给她一加持 她当场就站起来了 我现在还在注意 是偷溜出来 我今天就是 所以想 那 台长帮我加持一下 我已经给你加持过了 真的 谢谢 好吗 谢谢 还有 还有 台长在 我这个 屁股这个伤口 医生说要开刀 要用我自己身上的弄 在补这里弄 是需要这样子吗 你说呢 我这样好怕 其实反正下腹部又没人看 我觉得没有必要拿一块好的肉去补那里 可是现在一直就一直要换药啊 一直要 就是还蛮大的伤口 我觉得这个伤口已经住院七个月了 嗯 这么大 对啊 对啊 本来要更大 现在只是还小了 嗯 那就换吧 那就换啊 好了 好 好 好嘞 肯定好的 你幫他念經 把你自己先念念好吧 好 叫兒子好好念經 好嗎 好 謝謝